下一套,第四季,我又覺得它不是 不算是第四季,其實它嚴格來說不算是刀足真紀的元朗 它只是借用這個系列 你說了刀足真紀,我不可以說是銀魂 什麼都好,銀魂到 銀魂是好看的 下一套就是魔法少女內頁 VVO 其實Nanoha很難說 Nanoha無印都超過十年 你說去到VVO 其實它對上SS,大家都相當不滿 現在它又再拿出來 這個是可以說SS的延伸 因為它那時候是漫畫連載 其實漫畫裡面已經有兩個故事 有Force,有VVO的這邊 但是它拿了這個為動畫 但是問題就來了 有一個質疑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市場策略好奇的地方 當年你可能說Nanoha系列的 Fair comment 幾吸引到的都是羅里控的 但是回到這裏 我又很質疑它可不可以做同樣的商業價值 到羅里控方面 我先不說羅里控這個問題 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VVO的作品形式 其實它是接著了Doulou真紀的SS 那個世界觀 想它再寫無印出來 但我不覺得做得到 你先不要理它做得到 而風格上是相似的 它將所有 某種異常 其實你見到的 在VVO裡面 因為我都有 它開頭推出的時候 我也有看過漫畫 其實它是很刻意地 保持著 Nanoha出過的角色的人氣 但你看到就是 它很刻意地 將這些角色 間開了 不會是在VVO裡面 有很重的氣氛 它們是一種過場的角色 叫做什麼呢 帶動這套東西的人氣 即是你叫做 創造一群新的魔法少女 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 尤其是你食住SS的架構 其實我很難定義 這群是魔法少女 你食住SS的架構 已經是一套垃圾 那它現在的確是食住SS的架構 OK 即是我否認是 你知道SS是一個 SS是一個誤會 但你不要理會 方思亦是有很多人喜歡 OK 很多人喜歡 所以就是硬派 比較走戰鬥向 比較走魔法戰爭 不是貶義的魔法戰爭 那個的形式 去進行這個故事 但這方面 它就回歸回到魔法少女 則 多一點點 當然你也想買的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羅莉和百合 最主要是 女生混在一起 總之不可以讓 任何兒子有任何空間 在這個位置生存 都沒有 那就淫秀 躲回圖書館 任壽都有出場的之後 沒有出場的 沒有出場的 那你會看到 在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女同女同女 不是 是媽媽媽媽媽媽同女 媽媽那些是父子 隨便 那這個故事 只不過是承接 我們剛才說的 SS的故事裡面 Viuwio 經過了聖王搖嵐的事件之後 那 那 羅葉就收養成為養女 然後現在四年之後 他說他讀這個 魔法學校 升班 然後他獲得他的 法器 你以為他當作是 那種兔子 然後 又開始 有一點無印的展開 無印的展開 因為就是 非特殭是挑機的 有些事情搞 所以我就說 他根本上是有一個無印的套路 又有一個叫巴王的 又出來了 不是水流水來的 又是 那模式就好似的 純粹是一隻淫獸 那隻兔子 還有那隻淫獸 那隻淫獸 這麼害怕 我覺得你可以想像到的 憑你的努力 我努力不了 憑你的天賦 那個case 其實 如果方氏 其實是延續 那個戰爭設定 還有其實 一樣的兩邊走的套路 其實都是將現在 在內業的世界裡的魔法 古魔法 你說古代的魔法 全部鋪回 正式的timeline故事線出來 告訴你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但其實 怎麼說 因為 始終太久了 這套作品 如果你說要找回 舊那一代人 一定會接到 我想始終會有人看的 但 你說對新的一批人來說 你沒有接到他 那套作品的人 第一次一入口 一入VVO 我又覺得 他們未必一定 接受到 或者未必 是會 OK 會喜歡 做Fan 我覺得 因為這樣 就算我用動畫來講 動畫其實他都很刻意避開 其實 你當那些是設定 VVO是聖王的後人 另一個是霸王的後人 這個設定 沒問題的 這個設定 我純粹是 是誰是背景 我想起來的 我想起來的 那意思 這樣也行 是 霸王也是因為 怨念太深 然後 他的記憶 這個真的有說 他的記憶是影響了 他現在 承繼了 他的血物 的後裔 的人格 的記憶 基本上 其實他跟他差不多 不過 他有自己的性格 而他的性格 裏面 他被這種記憶 因為怨恨太深 救不到女兒 救不到女兒 怨恨太深 經歷了很多年之後 然後 他要證明 這個霸王樓 是史上最強的功夫 次元霸王樓 是 不是次元霸王樓 那又是 那又是霸王樓 那他是 OK 我要重途這個兵器譜 上面的第一位 但其實呢 老實說 有種我覺得 不喜歡的地方 你由當年可能沒有印的 那你都是法將 打法將 Starlite Breaker 然後你說去到AS 那你可能多些刀劍 但都是法將 搞搞一下 現在撲了SS 玩拳頭膠 我覺得 不同 不同 後三 應該說 就算去到SS 來說也好 說的是 我叫做 心房接手之後 其實是 走了就 叫做 仿照這一個 的Gundam對戰 大家鬥射炮 的對戰 現在其實 其實 之後你衍生了很多 你說魔法少女的作品 格鬥的有格鬥 有格鬥 尤其是光之美少女 光之美少女的轉型 根本就轉型了格鬥 其實這裏 你見到 吃回來的套路 是像光之美少女的 某種意義上 你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吃回格鬥 他覺得 他覺得 這一號 有 可能是 魔法格鬥 那晚 武俠紀擊 那樣 因為你見到 其實有個斷層 SS當時已經有個斷層 就是說 根本上你見到 整個內業的世界裏面 沒有人好像 內業和菲特這樣打 沒有的 白色我摸和菲特 那種打法是異常的 菲特也不太異常 菲特會拿劍劈 主要都是放大招 大家都在放炮 大家都是用炮 但你見到 其實SS裏面 變相就是放炮的人 少了 但反而打格鬥的人 是多了 尤其是 SILVERLU 掃把佬 出來之後 那個 叫做 強襲格鬥 好像是 你當時也是 類似的東西 出來了之後 其實你見到 他現在是承繼了這件事 他完全把這一套 幾乎是封印了 Starlight Breaker 那些我稱為犯規的大招 黑化吧,黑化是必然出現的事 所以 在套路上 他是承繼了 現在就算他講的 他只要說 用回這個套路由 Will和八王的後藥究竟 中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都是搞八合的 很純粹來講的 作回當年奴下和菲特的事情 其實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報他媽媽的後塵 以權交心 報他媽媽的後塵 他媽媽是以炮交心 整件事沒有問題 好像阿艾所說 過了十年 你很難找 感覺是不像的 是比較難待 即使以前喜歡在的人 或者以前的粉絲 還會不會現在還能接受到 這套 有當年那一套 那麼高的忠誠度 大家都知道 用回客觀點 就算是comic market 去到後期 商業的發賣的 可以說是銷售量 或者其他吸引度 其實都遠順初期 都出到很難 那些東西 也要知道SS之後的問題 大家都了解到 那你說看回這套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 Vvio的配音 你又很難去到 水橋就是配Vvio Vvio其實是 他用回那套路 是當年阿拉罗華 就是田村 他想用那種性格的意義 但問題你要知道 就是水橋是做不到田村的效果 我明白 剛才我一開始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當年是做無印的套路 而無印的套路 那個主角是田村 你要賣羅里市場 絕對沒有問題 但你現在的主角 變成了水橋 那你賣羅里市場 應該是賣不到的 我覺得有誤到 我覺得 在你講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誤到的 我可以這樣說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原本是你 根本是沒有提過 應該是沒有強調羅里這個元素 羅里這個元素 羅里這個元素 我只會說 羅里這個元素是市場效果 其實不是市場效果 其實我覺得 他們在說的是 兩個魔法市場和八合 其實在說的就是 基本上 你是飛特王子 和這個 究竟是這個 奈業公主的 愛情故事 這是一個 你這裏 也是走向這個走向 我會見到的 配音 其實 是很刻意 我也聽得出的 其實 想營造回 無印 都是說無印 那時候 飛特那種的配音 即是 他有自己的一個包袱 他要背負著 所以 對任何人都很冷淡 但其實他是非常溫柔 這樣 他是這樣 Virio那種 他也是做內業 那時候 就說 他沒有什麼負擔 他的負擔已經解除了 其實 他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女 一個 而 當然你說 在裏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做 就是 有內業會突然說 一些不符合他年齡的對白 劇情裏面 一個不應該沒有經歷的 一個十歲的小女 是不會說到的對白 和不會表現到的情緒出來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做這件事 至少現在未能看得出 看了四集 都未能看得出 現在說的其實都是 比較 質向就是 宽樂向 訓練 然後一起變強 然後我想之後 也是解決事件 你說動畫的話 也是這樣 那 我也是那句說 他不會給到 一些很破格的魔法少女的設定 因為如果你有看過 光之美少女的話 就更加不可能 或者再簡單一點來說 我不要拿回最舊的來說 最大的問題 其實有些人都會說 你用過往幾年前 劇場版的細頭 其實你很難拿來對比 始終劇場版的作畫質 一定比這個高 而且故事也是 你可以說重製很堅固 這個 你可不可以做 連貫到 其實就真的做不到 我可以說 我可以這樣說 即是好東西裡面的作畫質素 你看回OP就知道 因為其實 你看回OP 你看回OP那裡 你看回所有人 即是他有 最下幕的位置 他有所有人 穿上戰鬥服 你看到那種戰鬥服 你自己回去看無印 你覺得無印可能的質素 比他更好 還是十年前 十幾年前 那個質素 老實說 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已經是打定輸入 我是不會看質素的 但你要知道最大壞是什麼 就是SS第一集的質素 還是覺得OK的 這集是第一集 連OP都覺得不OK 尤其是你看回 娜娜娜的戰鬥服 我記得說 鬆成這樣 不是四年之後 發福得那麼厲害 即是說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不知道 看下去其實是古怪 當然你說 OK 看魔法少女 另一件事要看的 Final 你說變身畫面 你說變身畫面 這個 我們拿來總結 變身畫面 我覺得VVO的變身畫面 其實它融合了兩個角色 它是mix了菲特和娜娜娜的變身畫面 成為了它的 因為VVO是他們兩個的結晶品 我又不完全覺得是mix他們兩個 因為VVO用拳 我覺得它是mix了以前SS Subaru 以及用召喚獸的那個女生 那種 因為你看到VVO那種變身 它有些做可愛的那些位置 我會為何會說 它一定是mix up 這個娜娜娜和菲特 原因就是 它變身 應該說起手式 我叫做 起手式 其實它一定是用娜娜娜的起手式 但是當 半脫到除了那一刻 它是用Fade那種的演繹模式 將它的戰鬥貨 去建造出來 不是 設計師 然後第三段就是 你講的就是 它會用Sylverlue那種 測拳擊技 其實不知為何 Sylverlue也沒有那麼誇張 它幾乎說 你打上一套拳都可以 像少男子 我想這個mix up 對未看過的人來說 是不太大問題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 不過都成功的 你至少讓我認得出 哪個Sylverlue 哪個位置的變身 你是取自於哪個位置 對一班可能說 我支持了這個娜娜娜 已經十年了 我都看到 這個果然是他們兩個的愛情結晶品 我再看看 她是養女 但經過分圖之下 我總括而言 她要這樣 大家都不會反對 我知道 我明白 我也有看過 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不會有 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不過是說 你喜歡看少女八俠 和魔法戰鬥 混在一起的話 光之美少女 都是適合你口味的話 我覺得不妨可以看一看 一看 一般 那我們這套到這 我們去下一套